好 我們現在開始要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那個折射 還有折射定律 這個非常愛考 非常愛考 然後後面有個透鏡成像就更愛考了 折射 折射定律 光從甲介質進到乙介質 因為甲乙介質的密度不同 所以坡數不同 因為坡數不同 所以前進方向會發生改變 會彎掉 這個現象稱為折射 這個現象稱為折射 折射的時候 從甲介質進到乙介質 介質不一樣 所以坡數會怎麼樣 不一樣 光數會不一樣 但是誰會一樣 頻率會一樣 那當然就坡長就會不一樣 換來不一樣 會改變 但是基本上重點就是坡數有改變 但是呢 頻率不變 頻率沒有變 然後呢 那為什麼坡數有改變 就會 彎掉呢 這是因為有一個最小運動原理 有個最小運動原理 我們可以用它來幫助各位解釋一下 就是呢 大自然東西跟我們一樣懶惰 我希望能夠走最短的路 我希望能夠消耗最小的能量 然後來完成這件事情 不要多浪費一些能量 多浪費一些時間 所以 我要找一個最好最快的路 好 所以呢 如果同一個介質 大家速度都一樣 從上面這個點到下面這個點 要怎麼走會最快到 走直線嘛 最快到 所以走直線 所以光走直線 光在真空及均勻介質中走直線 OK 可是假如說 不是 有一個是快介質 有一個是慢介質 現在呢 前面這一段是水泥地 後面一段是爛泥巴 你的球掉在那爛泥巴裡面 你怎麼樣過去能夠最快撿到那個 直接走嗎 不會啊 因為那泥巴比較難走啊 你會希望怎麼樣 那個直 快的地方走多一點 慢的地方走 少一點嘛 這樣會比較快到嘛 所以這樣子就 不是走直線會最小啊 我可能是 快的地方走多一點 慢的地方走 少一點 這樣合起來 就還是比較怎樣 比較快嘛 比較省力嘛 比較不浪費時間嘛 所以我這樣有沒有走直線啊 沒有 要發生什麼現象 折射 折射 所以我們說從假介質 進到乙介質 因為坡數不一樣 會發生什麼現象 折射的現象 折射的現象 OK 再看一個情況 待會兒會舉這個例子 如果這樣子咧 怎麼走會最快 直的走啊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走旁邊 那就是快的也多走一點 慢的也 多走一點 那就更慢嘛 所以這樣就 那這樣講 那這樣講什麼意思 有沒有折射現象 沒有 這什麼情況 直直的射進去對不對 垂直的射進去 這時候沒有折射的現象 沒有折射的現象 這個學測有考過題目 他是在圖裡面 用到這個觀念 圖裡面用到這個觀念 垂直的時候 沒有折射的現象 如果光線垂直入射的時候 沒有折射的現象 這是有關於 我們告訴你 折射的事情 了解一下 OK